香港你喜歡哪個姓? 周桂兒 我喜歡他的姓 Edan嗎? Edan? 你歌挺好姓,很有才華 香港娛樂圈這幾年百花齊放 MIRROR十二子可謂掀起了一股全民追星的熱潮 大家追星追上癮,連數人都不放過 好像荃灣豬肉分割員威威 賣魚Alton 還有兩宋飯Elly 究竟明星為何會令人這麼瘋狂? 香港人又為何會這麼喜歡追星? 今集《流行科學》會用心理學的角度 和大家分析一下 我想追星其實給一個人幾多東西 例如人與人之間那種社交關係 社交關係 當我們跟一個明星相處的時候 你覺得有些東西 他會跟一個真實的相處相似 例如你會關心他 你會想了解他的動向 你會想為他付出 在心理學上 我們將要叫做 Para-Social Relationship 也就是一種類似社會 社交關係 隨著網絡時代的發展 可以說其實追星這件事 是變得更加容易的 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你追張國榮 你追陳百強 你某程度上 就是可以很單向 但其實現在為甚麼 那些星是易炒起了 是他可以回應 你想想 例如你看他的故事 然後他很簡單 按個心心 給你就覺得 我真的跟這個明星有些聯合 我覺得某程度上 更加容易建立這種 我們剛剛所說的 Para-Social Relationship 有時大眾會有一個想法 就是一個來自心理學背景的人 似乎出自他口中的 每一個都是心理學的知識 但其實不是這樣的 我們心理學人 只是看過一些相關的研究和文獻 然後得出我們個人的結論 我對於威威這件事的看法 其實都是這樣 是來自於哪裡 我看過一個心理學家 叫Jordan Peterson 然後他講到 為何有些時候 男人不壞女人不愛 在我們人類的歷史上 很多時候 男性是擔當保家衛國 而女士是擔當持家的角色 這件事其實會影響 每一個女性去摘扭 為何我們需要一個 柔軟的男人 就是因為他在適當時 他會分一些資源給你 他會對你好 但另一方面的渴望 就是一些男士去到一些關鍵時候 會願意挺起腰骨 即以黑暗抵抗 黑暗 我覺得這件事 挺合適到威威的演藝形象 正如我剛才所說 他首先內貌鑽好 聽說也是一個挺斯文的人 但也跟他斬豬肉 是一個反差 而你會留意到 我剛才形容那種男士 是有這種反差 Harry Taffer 是一個提出社會身份理論 社會身份理論的心理學家 這個理論提出一個人的社會身份 其實是給了幾種力量的問題 其中一個是自尊心的來源 某程度上 每一個人都是用自己的身份 去定義自己 我們問的問題就是 什麼在定義香港人的身份 可能在很久之前 是一些賺錢至上的態度 在甘醉紫迷的香港 其實我們喜歡的明星是非常之能幹 他本身跟普通人就是很不同的人 他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明星 但你會發覺其實社會一直在變 即當舊日社會 尊重的價值 去到今天社會 可能變成 不再是主流 他會找一些新的出口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呈現到 MIRROR 或者例如HORLA這些呢 我其實覺得是一種 每一個香港平凡人的故事 那些人的雀眼點 似乎不是他歌喉絕對的實力 而是他願意去委身 令到自己歌喉去進步的過程 而新一代明星 其實是按著故事的動作 我們需要一些文化符號 我們需要一些可以 凝聚香港人的東西 而某程度上 星一樣是給到這些我們 但是其中一個 希望大家去反思的東西 就是這個追星的文化 會不會借代一些我們生命中 真是重要的東西 就是為自己理想去奮鬥 是一件重要的事 我們是否將這個追夢的任務去外判了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需要 值得去思考的